原意小火家爱妈Candy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这个非常美丽的叶片 然后枝叶非常柔美 然后这样子的叶片呢 其实它的颜色能变化多端 带有白色的米色的粉红 红色的一直到绿色的橘黄的黄的都有 你看看有这样子橘黄的 有这样子的黄白的绿的粉红的 这样子的叶片呢 从一开始的这个 刚开始展出来的是白的 然后它会因为光线的关系呢 光线比较不足的就会是这样子绿色的 然后光线的变化让它的这个颜色呢 也起了很多的变化 这种属于多年生的这种蔓藤的植物 它是属于像蔓藤一样 就像我们大家所认试的有一点像霹雳的感 它其实是一个家族陶科的 是这个日本悬域出来的这种 所以它新长出来的这种叶片呢 就有雪白色 这新长出来的雪白月色呢 所以呢被日本人称为叫做初雪葛 它是一种很好养很好看的这个藤蔓植物 光看这样子的叶片呢 五彩缤纷呢就让人心情大悦 可是外国人呢就称它叫做五色葛 五色葛 它其实不只有五色 五六色都有 白的红的粉红的绿的黄的橘黄的 所以它的颜色是非常丰富的 它刚长出来是最美丽的 最美丽就是这个白的粉红的 甚至红一点 因为光线的关系会让它红一点 然后它也会有这样子的斑纹 这个绿白相间的各种线条的斑纹 所以是非常美丽的 这样子的棺叶植物呢 它其实可以是在闪光的环境 可以不用直射光 可是呢我种在这里呢 其实是在户外 然后这个盆子呢 也是我的这个算是什么 保利龙 像这个保利龙的这个盆子 只是这么浅浅一点的保利盆 那它的生长呢 是其实非常的非常的缓慢 我印象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我带回这个三寸盆的时候 应该是两年前 然后我就把它植在这里 然后放在户外 风吹日晒雨林 就放养了 一直到最近才想到它 因为呢 其实主要是基石今年春天就要分享 可是一直到现在已经秋天了 其实它的原本植株在我们台湾的山区的这个 应该算是墙壁 壁面的梅化也有 或是在林蔭树下的地备植物 都有人在就是种植 那我在几年前的时候就有带回一株 就是像这样子的植株 跟这个去出游的时候 跟这个地主他们分享的一个这样子的植株 那个是原生种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几年前带回来的原生种 我要了一根这样子细细的植株 拿回来牵插 现在已经长成这样子一大盆了 那在今年春天的时候有开花 它的花呢 是螺旋的 会这样子螺旋转的白色小花 非常漂亮 这个就是今年春天开花所拍照下来 但是没有时间分享 以后再分享 要分享呢 结果还是忘记的 因为太多太多的植物 等着排队 想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就也忘了它的存在 所以我们借这一次的机会呢 跟大家分享 这种就是算是我们台湾的原生种 然后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五彩缤纷的 这是日本人 他们把它选育培育出来的这个品种 所以这样子的美丽的官叶植物 其实它是可以在有遮映的地方 也就是闪光的地方 它就可以长 所以它也算是耐阴 又耐阴又耐晒 像我这一盆呢 就种在这里 其实已经三年了 它就还是长这么一点点的感觉 你看看 它就这样子 然后其实它很漂亮 它也可以做垂吊盆 因为像它 它是藤蔓嘛 所以它会长得这样长长的 然后也会往上长 那这边 这边有一根 就长在这里 是不是非常美丽 五彩缤纷美丽极了 这个就是初学格 那它需要的日照 可以是闪光 可以是植色光 都没有关系 那有人是觉得 它如果植色光会怕晒伤 其实我觉得OK 因为我是 我是种在这一个盆子里面 是有可以讲 是各种花草 像这个 这个是马月兰草 都已经开花 然后这边被晒到非常严重 太阳光太多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 忘记的名字了 你看看 然后这里又有纸焦花 然后又多肉植物 所以它跟一些杂草共生 所以它的水分 水分是充足的 水分是充足的 那其实它通风好就OK 就不容易有虫害 不容易有虫害 这里也一颗纸焦花 其实它也可以水培 那我们这一次 藉由这一次机会 我就会剪个两三根 来做土培跟水培 都可以 我们再来 等我们土培水培的成功案例出来了 以后 我们再来跟大家做二次的分享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半夜落实 美丽的半夜落实 所以它其实是可以 在凉爽的气候 也就是我们越来天气 越来越凉爽的时候 我们可以修脂减脂来 再来掀查 然后再来观察 分享 这个就是我们的半夜落实 美丽吧 分享 美好 喜欢我的分享 请订阅按赞并分享 就会订阅 这些故事 中文 我们在这里